士兵赛女双决赛陈梦和王毅迪3比0击败了韩国组合身与宾田之息,应该说这场比赛赢得很霸气。 韩国组合虽然后两局比赛也获得了一些机会,但是都没有把握住关键分。 陈梦和王毅迪打出了超强统治力,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外协组合在双打方面并没有太强的竞争力。 第一局的比赛在开局打成3比3的情况下,陈梦组合取得了10比3的领先,短时间内连得7分。 没想到,韩国组合将比分追到了8比10,短时间内连得5分。 国拼组合还是11比8拿下了第一局,取得了这局比赛胜利。 从第一局比赛来看,双方都在短时间内快速丢分,都在适应对方的打法。 到了第二局的比赛,韩国组合率先发力,取得4比1的领先。 申育斌和田智希在对拉当中并不弱,一度将比分扩大到6比3。 王毅迪连续进攻将比分追平,国拼组合连续变现,进攻10比6拿到了局点,最终11比7拿下了第二局。 陈梦组合又在第二局比分落后的情况下,打出了7比0的小高潮。 如果不能很好的应对国拼组合的快速反击,韩国组合想要取胜太难。 第三局比赛韩国组合2比3落后,请求了暂停。 暂停回来之后,韩国组合调动了陈梦和王毅迪,直接7比4将比分甩开。 陈梦组合随后又将比分追平,双方比分交替上升,打成9比9。 韩国组合10比9又率先拿到局点,又被国拼组合将比分追平。 关键时刻,韩国组合没有把握住机会,深域兵回求失误10比12输掉了关键分。 这样陈梦和王毅迪就3比0击败对手,夺得了双打冠军。 这也是陈梦首次在士兵赛女双夺冠,终于圆了十几年的冠军梦。 陈梦和王毅迪夺冠之后拥抱在了一起,作为场外教练的马林也非常激动,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机动型教练,这次将激动转化成了行动,拥抱了陈梦和王毅迪,来分享他们的快乐。 很显然,最近一段时间陈梦跟王毅迪一直在秘密苦练,属于突击训练。 这种训练的目的不就是为了参加奥运会的团体赛吗? 短时间内看起来很成功,但是一旦他们频繁参加双打比赛,就很难将这种优势继续延续下去。 毕竟竞争对手会研究他们的,所以这对女双组合看起来并不保险。 看到马林和两大弟子赛后的激情拥抱,很多球迷又梦回2021年的奥运会女单决赛。 那时的陈梦和马林也是激情相拥,共同庆祝夺冠。 同样的一幕又出现在了2023年的时评赛,只不过马林指挥王毅迪败给了早田希娜的单打比赛,已经成为了球迷热议的话题。 与男队主教练王浩相比,马林把训练的重心都放在了两大弟子王毅迪和陈梦身上。 而孙颖莎和王曼玉女双的出局,让很多球迷非常痛心。 其实这对组合一直以来就表现很出色,在女双半决赛之前的表现也非常稳定。 他们突然败给韩国组合让很多球迷不能接受,毕竟韩国组合的实力看起来并不是特别强。 在赛后的颁奖典礼当中,唯一一对组合没有露出微笑的就是孙颖莎和王曼玉。 并不是这对组合的实力太弱,而是因为他们实在太强了。 强大到不能包揽冠军,因为这届时拼赛是属于陈梦的。 如果陈梦双打跟单打都提前被淘汰出局,孙颖莎和王曼玉肯定会双打夺冠。 这一点是毫无争议的,争议性就在于这届时拼赛重点就是要成就陈梦的单双打冠军梦。 只有陈梦成就大满贯了,才是国拼教练组终极梦想。 这在一定程度上,说明了孙颖莎和王曼玉的作用还是扫雷。 只要竞争对手打不赢陈梦,冠军就不会旁落其他选手。 这或许就是孙颖莎和王曼玉的宿命,王曼玉已经完成了单双打的使命。 接下来的女单决赛,孙颖莎也要完成自己的使命,那就是助力陈梦成就单打冠军。 相信单打比赛的结果已经没有悬念了,也只有孙颖莎的粉丝感觉到不甘心,但是她们也不能改变任何比赛结果。 时拼赛女单决赛陈梦击败孙颖莎没有任何悬念,应该说孙颖莎等这一天也已经很久了。 孙颖莎也渴望梦姐取得冠军,只有这样她才能赢得未来。 之前冠军赛陈梦4比0击败孙颖莎的比赛过程,让球迷感觉到有争议,都不认为孙颖莎的发挥会如此之差,都认为这是谦让陈梦。 所以,这场女单决赛的比分不会出现一边倒的局面,孙颖莎自己要主动控分了。 孙颖莎不仅要在比赛当中展现出不敌梦姐的一面,还要竭力维持比赛过程,让梦姐赢起来感觉有些吃力。 只有这样才能跟球迷有一个好的交代,才能让比赛过程看起来不那么刺眼。 实际上,孙颖莎每次对战陈梦的比赛都很不轻松,比即败外鞋选手感觉还要累。 既要保证比赛过程好看,也要保证比赛结果能说得过去。 这样的比赛心累,远比体能上的疲劳要大得多。 要保证陈梦赢得比赛结果,同时还要保证自己的粉丝能够接受比赛过程,让球迷感觉到没这么大争议。 所以,这场女单决赛对孙颖莎来说不轻松,而且颁奖典礼也要微笑面对。 同时还要给自己的梦姐送上祝福,看着梦姐和马林师徒相拥,这么温馨的画面,估计孙颖莎又要重温一次了。 其实这场女单决赛并不可能体现出实力太强的竞技水平,因为比赛过程孙颖莎主动进攻事物偏多,才是丢分的重要原因。 这也是孙颖莎和陈梦比赛最常见的一幕,虽然比较熟悉,但是会经常出现。 这次世拼赛也就孙颖莎的粉丝始终对孙颖莎抱有信心,孙粉天真的认为孙颖莎打进决赛就能够夺冠。 可是孙颖莎不是王曼玉,要不然他早就是大赛冠军的获得者了。 或许很多球迷忽略了一点,陈梦成就大满贯获得的三个大赛冠军,时兵赛,世界杯,奥运会单打冠军,全都是击败同一个对手孙颖莎拿到的,这是一种巧合吗? 三次比赛孙颖莎都有机会,但是三次比赛孙颖莎都拿到亚军,某种程度上是孙颖莎成就了陈梦的大满贯之路。 不管孙粉和陈粉如何形成对立,他们都无法改变孙颖莎跟陈梦同盟的事实。 别看陈梦成就大满贯了,但是只要他坚持打到巴黎奥运会,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,是展现不出大满贯选手的比赛统治力的。 因为最近这一年多的时间陈梦在各项赛事的比赛表现,才是真实实力的体现。 恰恰是之前输球次数太多,这次世拼赛的突然夺冠,像极了2019年世拼赛夺冠的刘诗文。 世拼赛夺冠之后的刘诗文长时间无法夺冠,才是真实水平的体现。 世拼赛注定了是一次精准指导的比赛。 抽签,对手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,每一个环节都要做到万无一失才能够成功。 突破王毅迪的早田希娜,如果在半决赛面对的是陈梦,最终进决赛的会是谁呢? 没有人能够预测。 不要以为陈梦打进了决赛,就代表真实水平是最强的。 实际上陈梦这次世拼赛面对的外协选手,实力并不强。 伊藤美成本身就臀部受伤,没有展现出太强的状态。 这也是他能跟陈梦分到同一小半区的主要原因。 看一下陈信彤面对的外协对手,就知道比赛过程以及结果都不轻松。 陈梦主要精力还是放在了对战自己的队友,在这方面肯定是经过了重点研究。 别看这次他击败了陈信彤,不代表下一次就能够击败。 衡量一个选手的真实水平,要看他最近一两年的内外战表现。 陈梦在这次世拼赛之前的比赛表现并不好,所以会被绝大多数的球迷看衰。 即使世拼赛夺得了冠军,后续的比赛如果不能保持较高的比赛统治力,或者说不能够夺冠,依然会被球迷质疑。 因为球迷认为真正的大赛冠军就是应该具备较长时间的比赛统治力,而不是忽上忽下状态不稳。 陈梦世拼赛夺冠是对马林和刘国良最好的回报,这意味着二人工作非常到位。 是对刘国良和马林工作的一种肯定,因为这几年他们的工作重心都是围绕着陈梦成就大满贯展开的。 陈梦不成就大满贯意味着他们这几年的付出白努力了,当然不会担心的。 成就大满贯才是马林和刘国良最执着的事情,当然球迷感觉如今的女队也跟男队一样出现了青黄不接, 跟外邪选手相比,并没有实力特别突出的年轻选手出现。 这都没关系,因为陈梦是刘国良眼中的奥运会小将,重点培养陈梦就够了。 球迷都看到了外邪年轻球员进步速度很快,但是国拼直接忽视了这一点, 就算是洪水滔天也依然无法改变刘国良跟马林的意志。 陈梦夺冠,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事实,这背后代表了刘国良跟马林的心愿。 球迷搞不懂的是为什么要培养大满贯选手? 其实原因也很简单,荣誉代表了选手的成绩,也代表了国拼教练组出色的工作成绩。 陈梦退役之后的发展前景也会一片光明,如果外邪选手成就了大满贯,退役之后的发展是不如国拼选手的。 至少他们很难进入行政领域。 大满贯不仅仅只是个称呼,代表了光明的未来,而且终其一生都会受益的。